买基金如何建仓,四种方法搞定,相信大家都有碰到过建仓的难题,有十万元想买基金要一次性直接全部买入吗?要是市场大跌了怎么办?不一次性买,那么分多少次买呢?每次买多少? 关于这些问题,今天一篇文章帮大家搞清楚,我总结了目前最实用的四种基金建仓法。 1.定期定额法 2.市盈利法 3.市值恒定法 4.亲自他法 接下来给大家一一介绍,重磅干货,快收藏一波。 1.定期定额法 先来说第一种,定期定额建仓法。 案例,小明手头有24万元想买基金,于是把24万拆成24分。 每份1万元每隔一个月投入1万值到24个月投完为止。 策略优点,由于需要两年时间分批定投来谈低成本,因此投资风险较小,而且如果市场出现先跌后涨的情况,容易定投出规效曲线,策略缺点,损失机会成本,如果投了没多久牛市就来了会导致踏空。 回测,从2017年10月,至今上证指数从3500点跌到2400点,再涨到现在3100点如果我们用此法定投,一方达护身300,一页可以或超的10%的收益率。 而直接买入只有1.9%的收益率,综上分析,定期定额建仓法可能会让投资人损失一部分钱在上涨机会,但换来的却是大幅降低投资风险是一种万能型建仓法。 既然,这个策略最大的缺陷在于容易踏空牛市,如何有改进方案呢?如果市场处于低估值区间,比如商政指数3000点以下可以将布局期限,缩短到12或者6个月分成6到12匹资金的形式投资,就可以在低位加快布局速度。 2.是盈率建仓法,再来说第二种是盈率建仓法。按例,小明手头有24万元将资金拆成24份,每份1万元,然后再根据最新市场,估值确定每个月的实际投资分数直到投完为止。 比如,代表全市场A股的中正全指历史市盈率中位数是18.5倍,目前中正全指的是盈率是16.1倍,两者比之约为1.2倍,那么当期投资额极为1.2分资金。 假如后续市场继续上涨,比如中正全指式盈率达到了37倍,那么当期投资额极为18.5除以37等于0.5分,总之,实际买入分数等于历史市盈率中位数除以当前市盈率倍数,此方法利用平均值价值高就买少,价值低就多买。 PS,如果想放大波动和收益率也可以采用,历史是盈率中位数当前是盈率倍数的二次方,决定买入分数。 策略优点,市场低位的时候我们会买入更多分额,相比定期定额法会更快在底部完成建仓,从而提升收益率。 策略缺点需要一定的数据计算而且依赖于市场估值中枢长期平衡稳定,如果市场估值中枢大幅变化,策略将失效回测。 从2017年10月至今上证指数从3500点跌到2400点再涨,到现在3100点,如果我们用市盈率法定投一方达护身300 EDF,可以获得12.5%收益率,高于定期定额法的10%收益率。 而且两年时间基金仓位也基本补决完毕。 PS关于如何查询指数是盈率大小和指数是盈率,历史中未数。 市值恒定法也是一个定期不定额的建仓法,只是方法和批比率法略有不同。 按例,小明手上有24万元资金,于是小明把24万元拆成24份,每份1万元,第一个月投入1万作为基数。 第二个月准备投入的时候,小明发现自己第一个月投入的1万基金跌到了0.8万。 为了满足2万,1万两个月的目标市值,于是第二期他投入的金额为1.2万。 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小明发现前两个月投入的基金资产涨到了2.5万元。 为了满足3万,1万3个月,这时小明投入的金额则为0.5万。 第四个月,小明再次准备投入的时候,发现自己前三个月投入的基金资产已经涨到了4.2万元。 为了满足4万的目标市值,这时小明则要卖出0.2万。 总之记住,每个月投资多少金额或者卖出,取决于离目标市值还差多少。 超出目标市值就卖掉一部分。 当月投资金额等于目标市值,每月理论投资额期数,实际基金总资产。 策略优点,相比定期定额策略来说,市值恒定法低买高卖的效果极强,因此资金年化收益率非常高。 策略缺点,市值恒定法建仓比较极端。 过去两年采用这个方法至今仓位也只有70%,还未建仓完毕导致基金仓位太低,所以采用市值恒定法,你最好想清楚还没投的闲钱放哪里。 不然闲置这可是很亏的回测。 从2017年10月至今,市场从3500点跌到2400点再涨到现在3100点。 如果我们用市值恒定法投资一方达护身300EDF,收益率为12.7%略高于P比率建仓法12.5%的收益率。 PS,总的来说市值恒定法的投资年化回报率,通常都要高于定期定额法,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但是这个方法的建仓速度,主要取决于未来两年市场到底是涨还是跌。 如果一直跌那么一年半载就建仓完毕了,但如果一直涨其建仓速度将会很慢很慢甚至,三四年都无法完成建仓导致损失巨大浪费机会成本。 四金字塔建仓法,一个随时加仓的建仓方法。 按例,小明手头有12万资金将资金分成12份,开始时日先投资两份,剩余十份。 如果基金净值从一跌到0.95继续买入两份,净值每下跌0.05则买入二两份。 当净值下跌到0.75时资金全部投完,这个方法的原理和定投也类似只是它没有规定每次。 投资的周期是多长? 如果市场快速下跌甚至可能一个月就全部建仓完毕了,策略优点在下跌行情下可以很快帮助我们完成。 低成本建仓。举个例子,今年股市从3400点跌到了2800点,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如果用定期法就错过了底部加仓的机会,但是用金字塔法就可以及时抄底。 策略缺点,假如采用金字塔建仓法之后,市场便出现单边上涨,那么我们之后就不会继续建仓。 如果是一波大牛市就完全踏空吧,因此采用这个方法,最好建立一个底仓。 比如20%到50%,这样即使后续市场上涨也不会损失太多机会成本。 回测,从2017年10月至今市场从3500点跌到2400点,再涨到现在3100点如果我们用金字塔法, 投资一方达户深300EDF,截至现在可以获得超过18.4%的收益率,投资仓位为80%而直接买入只有1.9%的收益率。 提S,基金净值下跌多少,投多少都是自己制定的。 如果你认为现在市场处在较高的位置,距离历史低位下跌空间有50%以上,那么也可以设置成净值每下跌0.1买入两份N。 总的来说,这四种基金建仓方法各有利弊。 我做了一张对比图,定期定额建仓法最适合小白操作简单一行,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如果初次接触投资不如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是盈率建仓法是定期定额建仓法的优化版,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而且可以增加投资收益率。 我的定投石盘策略目前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市值恒定建仓法,可以最大化提高资金年化收益率。 但是每个月投入金额波动非常大。 单边上涨行情下有长期不建仓的风险金字塔建仓法,保证建仓的成本永远低于当前的成本。 因此极大的降低投资风险,而且由于采用不定期投资,易于抄底。 但是单边上涨就不买入了,极其容易踏空,采用此法强烈建仓先配置二到五成底仓。